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用我们一起感悟疫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画图四类》 有一家公司总经理得到通知要到日本去开会 他心里想每次渡过去也让副总去一次吧 副总很开心就说好好好 然后回家就跟他的妻子就跟他的女儿讲 我要去日本开会 你们要不要顺便跟我去玩玩 两个人也很开心就请了假 然后三个人浩浩荡荡荡就到了东京 这一玩 玩得连开会都忘记了 那怎么办呢 等他想起的时候人家会已经结束了 那只好硬着头皮回来 不然怎么办 你不能流亡在国外 回来以后他就考虑再三 我要不要讲实话 这个时候如果讲实话那全公司都闹笑话 而且传出去他根本自己只有低了个头回家 所以他就想我还是照领出差费 以后事情再说 然后总经理的儿子就知道了 就跟他爸爸讲 副总可以这样吗 如果我们不办他的话 那整个公司的风气都完了呢 爸爸无论如何 要叫法部办他 起诉都可以 最起码三个罪名 第一个 当务公务 第二个 伪造文书 第三个 冒领出差会 总经理说 我当然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 儿子说 那你又知道什么呢 他说我告诉你 你现在起诉他 法院怎么判是一回事 他一定被我们敌对的公司高价把它挖走 挖走以后 他对我们公司很熟悉 他就专门针对我们搞出一些方案 把我们打垮 那你这几个钱 你能够换得回来吗 再说 副总这么长期以来 替我们公司有这么多贡献 就算我放他为劳价 招到他全家去玩也不为过 何况这件事情 我想想自己也有错 我要他去开会 应该告诉他 我想要什么 或者请他转达什么事 他就比较有责任感 我没有 他一定认为说 我是为劳他的 那他当然趁机去玩一玩 儿子还说不行 要不然我们设法务部 我们设法务部干什么 公司有法务部的 总经理说 我们设法务部 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 不要让人家有机会来送我们 如果有我们提前把它调整 或者事先跟对方沟通 不要让人家有机会 起诉我们 而不是说我们设法务部 来诉别人 总经理负责俩 对于这个事件的态度完全不同 却都各有道理 如果起诉那位副总 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挖墙角 但是如果不了了之 就有可能助长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么 在公司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 到底是应该诉讼还是不诉讼呢 究竟采取哪种方法 才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利益呢 这个副总啊 他回来以后啊 他心里很不安 其实从他在东京没有去参加会议 那时候他心就不安了 这怎么办呢 丢这个脸 对不起公司 对不起总经理 更对不起自己啊 所以他就开始想 我回去以后 我双管齐下 一方面暂时把出债会领过来 掩人耳目 我才能够平安 然后我就赶快去想 有什么办法 可以对公司有特别贡献的 我弥补了以后 我再正式跟总经理讲 我犯了错误 你要怎么办都可以 这才是中国人的想法 然后他有了贡献以后 就去找总经理 说我去东京玩了分了头了 连会都没有开 总经理假装不知道 他说那也没关系啊 就断去玩啊 他说那怎么行呢 这个传出去 败坏公司的风气啊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辞职 我会退还 彩礼会 甚至于你要把我送法办 我都没法讲 总经理说你开玩笑 你对公司的贡献 有谁敢了算 谁敢讲这句话 我叫他滚 毕竟是总经理 江是老得拉 但是 你会觉得中国人 完全没有法律观念嘛 不是耶 各位再生一层去抢 你为了法 你逼走了一个 对公司很重要的人才 你得失如何 这才是法家跟儒家 不同的地方 好像我们读书人呢 老觉得法家就是法家 儒家就是儒家 其实你读了《易经》以后 应该知道 儒家就是法家 法家就是儒家 孔子非常重视制度 他非常重视要有是非 但是他的说法跟法家不一样 法家一切依法 孔子说当然要义法 但是先决条件 要平良心 立法的人要平良心 司法的人平良心 执法的人平良心 然后你才能够讲《易法》 我们看看历史上的法家 最后都死得很惨 你就知道 土法不足以自行 而且经常是作法自弊 想想还是儒家 看得远一些 送卦是不是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打官司 那当然不可能 因为有时候你避免不表 你还是要打官司 所以还是要有法律系 还是要培养好的法官 还是要律师 只不过整个卦完全看 总经理 你看刚才那个事情 完全看总经理 你的观念正不正确 总经理在整个卦的位置 就是九五 各位去看 宋挂六窑 只有九五是单位 其他五窑完全不单位 这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宋 你必须要九五行得正 你知道怎么样去摆平 你知道怎么样才是合理的 这个话很重要 合理的不公平 我们所追求的是合理的不公平 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讲的公平 因此我们现在把整个宋挂 分成两段来换 上面是天 下面是水 天 行剑 对不对 你底下人要去靠上面的人 而靠上面的人又是很干将的人 有权有势 甚至于打官司他用公家的钱 你打官司乖乖的用自己的钱 你跟他拼 你划得来吗 底下它是水 水啊 不然力道也很强 但是必定它是很柔弱的 这个老子讲得最清楚 山上若水 什么叫山上若水 就是说水 它会知令万物 但是完全不鞠躬 你有时候我给你多少水 你要付我多少水费 没有 那是这台公司才会这样子 因此呢 我们看初六谣 不容所示 不容所示就是不要常常搞这种事情 一家公司动不动其数 官司缠身 我请问你怎么做事情 我有很多现成的案例 一个总经理亲自跟我讲 他说我就是处罚的一个员工 结果他出去以后 天天有也告没有也告 一直告我 弄得整个公司不安理 我给他钱他不要 他就要告我到底 我拿到一点办法没有 你真的碰到这样的人 你才知道不容所示 打官司这种事情 尽量不要才是上策 万一发生的 赶快求和解 不要说我一定赢 我一定可以怎么样 千万不要这样想 下面就是小有言 你才会终极 小有言 终极是宋挂中初六的谣词 但是他却同样也出现在了虚挂九二的谣词当中 意思是说 虽然小有言 但最终都能得到吉祥的好结果 既然得到的结果相同 那么同时出现在虚送两卦中的小有言 是不是也代表着一样的含义呢 这里的小有言 跟虚挂的小有言不一样 虚挂的小有言是说 人家攻击你啊 人家冤枉你 就是闲言闲语 宋挂的时候 结底是说 你衡量衡量 你是六耶 你本来是柔弱的 你又是粗 你的位置很低 你平时乱去高上面 所以啊 简单讲几句话 替自己辩解辩解 就可以了啦 不要理直气壮啊 不要讲一大堆话 这才叫小有言 你完全不辩解 上面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 你完全错了 你辩解下去 那他就翻脸了 我说你错你还不承认 来 昨天怎么样 前天怎么样 顺从章 你就完了啦 小有言 申诉一下 差不多就算了 对方听到也好 没有听到也好 最起码我说了 这样子才会怎么样 才会终极 你才会吉祥 九二就是说 打官司 但是最后呢 最后是输的 你认为你是干贱的 对不对 羊 你看啊 九五也是羊 一个下瓜的中瑶 一个上瓜的中瑶 你不能比啊 因为你这一摇本来是因为 你是羊居因为 本身你就有问题 因此呢 你自己衡量一下 我搞不搞上面 归而不 归而不就是什么 就是赶快跑回老家 你不要约在这里 在这里看到你他就想到你 你就麻烦 你回老家还要想想你家乡的人多少 他告诉你 奇异人三百户 三百户是个很小的村庄 那就有什么关系 打那有关系 你说我不跟你搞 我归乡 我逃回去 结果你家里 有一万人 你家乡有一万人 那上面就开始注意了 你是不是准备叛变了 你回去啊 那马上就追踪你了 可能还没有回到家就被杀掉了 你那个地方一共只有三百人 就算你所有人都支持你 也不成绩后 上面就说算了 让他回去自己反省反省 就没事了 所以才会无省 无省就是你才会避免遭到祸害 你看以前人常常这样 跟领导搞不好告老还乡 隐积一段时间 还说不定领导想想不对 又把你召回来又复职 六三 六三他也是不当位 因为这位本来是杨卫 现在弄个阴子在这里 所以姚思怎么讲 实就得 实就得就是你还要想想 我们古老的中国 他的道德应该怎么做 就是下去述上 这基本上就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在下挂 就是述送人家的极端 那往往呢 就说有机会我就要诉讼别人 幸好他不单位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单位好 有时候单位反而不见得好 你在送这个大环境里面 你单位干嘛 单位要很小心耶 那所有人都寄托在你身上 现在我六三 我虽然在送人家的最高位 可是因为我自己是柔的 柔居刚位 所以我就想想看 以下数上 毕竟不合伦理 我还是遵照旧道德来做 按照送瓜的说法 下不哄上 但是如果我们的上司 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举报呢 如果一个中层干部 遇到下面的群众 举报自己的上司 又该如何处理呢 强者根本用不着诉讼的方式 对付弱者 弱者又不敢用诉讼的方式 维护自己的利益 那么法律的作用何在呢 九四 他是在被诉讼的最底层 也是下面最容易 去向他诉讼的对象 姚词说不可送 不可送说 你不要以为你位置高 你就一定会赢 那也不一定 因为社会总是有些公益吧 我想我讲到这里 已经透露出送瓜的精神 虽然有很多很复杂的变化 虽然你知道你送不够善面 但是该送的时候 你还是要鼓起勇气 送 怎么样才叫做该送 你为钱而送 不对 为自己的名誉而送 不逼 你只能为社会公益而送 我是为社会的公益 我牺牲自己 我再说不行 人家还是会佩服你 所以不可送 意思是说什么 就算我送不赢 可是呢 我能够负己命 我能够把这个社会的歪风 扭转过来 我是安真吉 我地位也会很安稳 因为我很正 所以我会直想 送瓜一直告诉我们 你要警惕 你要小心 送最后是两败俱伤 但是在95这里 他会告诉你送原吉 因为95 他是整个社会的总领导 他一定要能够明断 征送 他能够知道法官判决 公正不公正 那自然呢 就算在送瓜的时候 也是大吉的 原吉就是大吉 也是大家都很高兴 你看包公在的时候 有没有送 当然有送 可是他每次送都是大德人心 大快人心 他没有卫斯 他没有偏袒 他不管你是皇亲国妻 照样来 可是我们必须要说明 这是高度困难的事情 不要把它当做常常可以这样 你看皇帝一上朝 就想看那个帽带常常的人 有没有卫斯 一卫斯 一卫斯 一卫斯就知道好逞在场 然后他就少将进去吧 他有这样的威士 一般人哪里有 而这个呢 这个是皇帝付给他的 一个特殊的权利 你别人敢这样 别人敢说皇帝不对 敢吗 可是包公 他有自己行的证 所以我们这里就很清楚了 领导公正联名 你就要去看九四做的对不对 九四该送的不送 不行 不该送而送不行 九二把六看好了 九五把九四看住了 整个的送 就会大量的减少 我们还有一种人 叫做大佬 大佬因为他老资格 他声望很高 他就有责任了 我要送 你不对 我就要举发你 有没有 有 他这样做好不好 你看摇词就好了 何夕之盘代 盘代就是给他升官的意思 你凭着你的声望 凭着你在社会上 有高度的受尊敬的地位 你是大佬 你看不对 你就送他 那领导怎么办呢 那领导之后奖励你啊 之后给你高光厚如给你啊 可是呢 下面一句话跟没有 中朝三赤子 赤就是赤夺 给你关很快又把你拉下来 再给你关又拉下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这样做固然有利益提振社会的声望 提高大家的警觉 但是更可怕的 你带动了社会不良的风气 动不动就输啊 动不动就告啊 可见整个的送挂 它的用意 还是要尽量讲少诉讼 这个大家可以充分去思考 到底哪样比较好 送挂告诉我们 诉讼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和麻烦 但即使如此 当送还是要送 无论送与不送都是为了社会的安定与进步 但是什么事情当送 什么事情不当送 我们经常不咨询律师的意见 那么律师应该怎样做 才是真正对当事人负责呢 在西方你去找律师 他是算终点的 你一进来 什么时候开始 你贪两个小时 负两个小时费 一小时负一小时费 虽然我没有做任何指令 谈话费招脚 在中国你能吗 我你你能吗 你有事情去找律师 律师拿表出来 现在开始算时间 所有人都骂你 什么时候都不做 事要钱 所以美国的律师他反而可以劝你说 不要告 你的告没有好处的 因为他有钱可赚 他那边会跟你讲这话 那中国的律师 他如果劝你不要告 他一毛钱都没收入 所以他告一定赢 不可能不赢 你也不能怪他 他要活 所以整个的状况你好好去想想 然后你再把整个宋瓜六窑去看一看 你就会知道 站在不告的立场来告 才不会乱告 才不会告得两败俱伤 非常不得已 还是要告 但告了以后寻求和解 是在和解不行 然后我要坚持 其实你看高高高 和解不成 还会在于是和解 然后各退一步 那事情就解决了 诉讼是用来化解问题 不是用来告导任何人 用这种精神来诉讼 就比较合乎意见的道理 一经告诉我们 只有站在化解问题的立场上提起诉讼 才能尽量避免两败俱伤 然而如果想要达到终结的结果 那么送挂的挂主 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挂主是每个挂的主导 怕统领六窑起控制作用 那么送挂的挂主 是哪个谣呢 送挂 他的挂主 实际上是95 意思是说 这家公司 只要总经理 他的观念正确 他认为我们设法务部 是为了防止诉讼 而不是为了提起诉讼 就这么一念而已 整个公司的气氛就不一样 如果这个总经理交代法务部 有任何侵犯我们权益的高 那你就知道了 法务部一定尽量的去找可以高的机会 然后到处去高 弄的公司 内部人心惶惶 外部声名狼藉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 整个送瓜 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字 叫做Key 做一个君子 你要做任何事情 先想我这样会挨告吗 我这样会搞得 最后逼得我要去告别人吗 如果两个都不会 我才斟酌斟酌 那我才放手去做 这就是正确的态度 管他 做了再说 有人告我 我不会告他 哼 那就天下大乱了 由此看来 不管结果输赢如何 诉讼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件极其繁杂拖累的事情 所以送瓜告诉我们 一定要力求免于诉讼 才能得到终极的结果 那么通过学习 凝聚着中国古老智慧的易经 能否让我们画出送蕾 得到双赢和吉祥的结果呢 现在我们因为大多数人 都是把人政跟法治分开来想 其实这是错误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人治的国家 绝对没有 你看哪一个国家没有法 家都有家法 公司都有公司法的 怎么国家没有法呢 那这是回忆所思嘛 但是只有法有什么用 你没有人来执行 你行吗 全世界只有两种 这易经的观念 一种国家人治大于法治 某些国家法治大于人治 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我们承认像美国那样的国家 它是法治大于人治 我们要不要像西方人那样 动不动就够 我没有意见 反正大家自己选择 只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打官司 不是很必要的话 最好不要动这个脑筋 因为打官司 总不是很棺材的事情 我不曉得大家有没有观念 我不知道 哪一天法院传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 无所谓 去去看 你会吗 我不相信 法院传你你总觉得奇怪 怎么查我 然后就开始康可巴安 都打听去打听 你会做很多准备 因为基本上 只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以来 我们对司法都是不相信的 你说我们民族性怎么会这样 我可以把原因说出来 因为中国人他误解了 倾诉有别 他误解了 倾诉有别是应该 这是儒家的主张 但他误解了 他用错了 所以你看 只要法院判别人家的人有罪 我们就说法院真是公平啊 公正啊 有言啊 可是只要法官判我们家的人有罪 没有一个人认为法官有言 一定收红包 腐败 不公正 你去看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你法院在公正 最后还是不公正 人家的小孩被警察抓去 我们就说 维持治安 很重要 自己的小孩被警察抓去 你到公安一定大骂他了 欺负小孩子 你告诉我就好了 你告诉他什么 讲起来也蛮有道理的 倾诉有别不能用错了 那我请问各位 我们除了诉讼以外 有没有别的路走 你看益金就好了 就说你有两条路 一条路就看到底啊 最后心事动众啊 一条路就说大家好好谈 我们可以妥协 我们大家将心比心 我们结成同盟 我们话敌为由 原来诉讼一场误会过去的 从此和好如书 一条是诗 一条是笔 所以我们下一次要谈的 就是诗悠笔乐 谢谢大家